另外要带您看到台苏生医董事长王瑞瑜 率领了医疗团队拍医美广告 跟他一块入境的女医师长得非常漂亮 也意外的引发了讨论 身为女人 我坚持女人绝对不能被劳打败 广告中展现皮肤科医师专业形象 外形相当亮眼 和董事长王瑞瑜站在一起 丝毫不会逊色 也成功抓住观众目光 实际找到医师本人 就像广告中一样有气质 他是长康音乐皮肤科医师李美清 同时也是台苏生医研发团队 基本上我们一个产品要上市 从一开始的一个创意的发想 到整个产品的出来 我们一般都要经过两年 报到三年的时间了 在我自己会满意度要到80%的时候 我们会开始下去给一些测试者测试 李美清医师资历已经十多年 不过想知道年龄吗 哎呦 医师说保密啦 不过还是要大方透露保养秘诀 我其实保养一直都很简单 那一个保湿的 一个保湿精华打底是必要的 那我再也就点单跳到一个抗皱的霜 就是这样子 然后还有防晒吧 自己保养很有一套 不过医师忍不住要纠正 上门求诊民众最常出现的错误观念 往往会有一个迷失认为说 我越粘稠 我的玻尿酸浓度可能越高 那这个是一个噱头 它是错的 你知道其实玻尿酸 它的浓度根本不可能拉到那么高 像他宣称的 讲起医学知识超级专业 其实美清医师最怕亮丽外表 让人模糊焦点 因此他很排斥别人称他美女医师 因为对他来说专业比较重要 三立学宁松并丁心雅跳不到